学习魔术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手把块或者头脑块 其实不是 其实呢 最重要魔术师呢 要有气 是精气神的气 没错 我来跟你做个实验 跟在场的观众朋友借一个硬币 硬币 好那你就直接上来吧 大家赶快一点掌声鼓励一下 就你 可以了 你跨不止就可以上台 你好 你这个布布在这里 然后呢 您在这个布上面呢 随便一个地方打个叉 打个叉 确定是那里吗 把笔呢 就放在这个叉上面 好 然后再把硬币放在上面 这是你的硬币吧 再把杯子盖在上面 上面没写你名字 凭什么时候是你的 好 接下来严肃的事情就要来 不要动到任何 好不要动 仔细看什么叫做气 好 再转 硬币在转 硬币在转 就是说这个魔术可以考验一个人有没有资质当魔术师对不对 没错 我能不能够换一个地方 当然可以 那你先打个叉 一定要打叉吗 一定要打个叉 能量才能够集中 真的是 你试试看 经过你这样捣乱之后呢 我看我的气还能不能贯穿这个玻璃杯 最关键他的脚 脚 脚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场能不能再叫几个观众上来围着大家一起看一下 好 我让大家放到下面去 让大家近距离的见证一下 谁来摆 我来 来 你来 先打个叉 好 然后把这个笔数在这里 放在正中间 请你把硬币 你自己有没有带硬币 用你自己的硬币也可以 还没关系 被子盖上 有没有问题 自己检查一下 没问题 这个地板不可能震动的 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接触到 对 你看你看 对 马电影 出来 对 水泥地 我不需要帮忙了 真的在转呢 到什么港 小伙子 你说 你是不是跟他一起来的 师傅 我们完全没有串通过 对吧 这位今天虽然长得很可疑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串通过 谢谢你小伙子 谢谢 好 硬币还给你 谢谢大家 演出的老物给你 谢谢啊 这个演出做最好一点 就是把桌子抬上来 千 你见来了 还是教我们一点 教 我今天会教大家的魔术 就教刚才 讲大家 就教我们两个人 教大家 谢谢大家